加利科技事件爆发之后呢 进口的口罩抽验更加严格 指挥中心今天就表示 有83万多件的伪标MIT 非医疗用的口罩遭到海关扣押 其中呢还有口罩国家队的厂商 不过指挥中心会后紧急澄清 只是口误 有没有口罩国家队呢还没有确认 会在两周内公布结果 而加利口罩退货机制一改再改 公司买的延到9号退货 网络购买的又得回到 原本的网购平台退货 惹来民众抱怨连连 周日一早加利科技大门申索 直接门口贴出公告 公司购买的延到9号退货 民众带了十盒想来退却白跑一趟 一改再改网络购买的 又得换成原网络平台退款 要局这一头也忙翻 一天有三箱这里有四千多片 满满三大箱都是民众第一天退的货 各县市药局第二天一共回收 七十四万三千两百零二片 光是新北市就高达九成 占了六十九万多片 宜兰台北也不少短短两天 就回收了一百二十七万多片 加利口罩 经报遭到海关扣押的八十三万多片 尾标MIT非医用口罩居然包含口罩国家队 不过指挥中心会后紧急改口说有没有还在确认当中 预计两周内对外公布 至于另一家输入中国非医用口罩的厂商调查 进度又如何 主委中心也预计七号向行政院报告 医用口罩竹片打上MD的规划 掌握一个月内完成港益作业 就把口罩国家队在出包 让民众失去信心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